看过之前视频的小伙伴肯定对验尸这个词再熟悉不过了 在美国,验尸官具体代表的是主持尸检的医生 一般是病理学家 虽然各州直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但他们基本上都是由选举而产生的 在一些比较小的州里面 可能直接就由当地的殡葬从业者或者普通医生来担任 在2019年末的一项数据显示 整个美国大概也只有500多名法医病理学家拥有职业执照 这方面的人才资源也确实严重短缺 而全国各地又有这么多死者需要试检报告 面对如此窘境 很多验尸官办公室就开始把试检工作外报给了私营公司 开启了私人验尸业务 毕竟供不应求嘛 看似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在2014年 有一家这样的公司却翻车了 当时有一名18岁的黑人男子 在密苏里州福格森被一名白人警察枪杀 这起事故因为涉及到的种族问题 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美国媒体发现 死者家属聘请的试检专家非常的可疑 他没有法医资质 却频繁以专家身份亮相于各大媒体 夸夸其谈 果然谎言是经不起考验的 经过调查 媒体发现了这个所谓的验尸官背后的惊贴秘密 这个人不只是没有法医资质这么简单 他压根就没有在医学院学习过任何与病理学 或者临床医学相关的专业 最重要的是 在开展私人验尸业务过程中 他也没有能够按照州法律完成试检 曾经还搞砸过很多死亡调查 有一部分客户甚至花了很多钱 到最后竟然连张死亡证明都没拿到 屡屡有人上当受骗 那么这个自称验尸官的人又是何方神圣呢 肖恩帕塞尔来自美国堪萨斯州东北部的托皮卡 1998年他毕业于托皮卡西高中 到这里都是有迹可循的 但从这之后 有关于肖恩的履历 基本上都是瞎编了 他声称高中毕业后 就开始学习并从事解剖工作 2003年 肖恩在堪萨斯州大学获得生命科学专业的学士学位 在校期间他还教过一些新生如何解剖 除此之外 他又去攻读了卡佩拉大学的公共卫生学位 但这是一家在线教育机构 后来还被爆出 肖恩在几年前就停课了 而在这之后 他就开启了自己的诈骗之旅 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 肖恩拥有过三家私人验尸服务公司 手下接待过超过350多名客户 从中赚取了至少110万美元的报酬 至于成本 那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大部分试验工作他都没有做 完全是烂于充数 躺着就净赚了这么多钱 而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的雇主除了一些私人顾客之外 还有来自密苏里州和堪萨斯州 正儿八经的艳势官办公室 连公职人员都被蒙在鼓里 他们也算是集体翻车了吧 他之所以能够骗过这么多人 最大的本领就是会包装自己 他能够把自己描述为一位 临床法医解剖学家 临床法医流行病学家 和感染性疾病专家 可事实上 他不但不能证明自己的头衔 就连任何与医学有关的学位或执照都没有 简直是让人大跌眼镜 学历造假只是一方面 就算平时 他也习惯用较为正式的头衔 称呼自己的姓名 就比如Professor Lin 可事实上 他压根就不是什么教授 Lin也和他的名字毫无关系 后来面对质疑 向一本正经的解释说道 Lin是他的中间名 自己有权利用他起名字 与此同时 就是靠着这种坑门拐篇的本领 向上成功获取了公职人员的信任 结交了各大艳势官办公室的人 不仅将大量试检工作收入囊中 还利用此关系 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自己的私人艳势业务 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客户 大多数都是看中了向上的专业程度 确实如果不够格 那些政府艳势官办公室 又怎么会外包给他呢 再加上他本人把自己包装的特别厉害 还保证公司共用的 都是非常专业的法医病理学家 可实际上 所有的试检工作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至于为啥有这么多牧民儿来找他的 还有一点原因也非常的关键 那就是在美国很多地方 等待试检报告的过程 通常来说都比较漫长 短则几个月 长则大半年 这么一来就给死者家属 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为任何与死者有关的业务 就比如抵押贷款 汽车保险 手机 人寿保险 养老金 社会保障等等 都必须要有死亡证明 才能办理 最关键的是 有些业务一旦拖延太久 就可能面临失效的尴尬处境 所以许多家庭都想着 快速拿到死亡证明 于是 越来越多的人 倾向于找效率更高的 私人验尸业务 也正因如此 香恩抓住了这些家属的心理 据说曾经有好几个客户 都支付了高达3000美元的费用 而香恩只不过装模作样的 去殡仪馆看了一眼尸体 走了个过场 最后死者家属 连一张试检报告都没有收到 这才惹了众怒 被告上了法庭 而至于他的工作地点 记者走访后更是大跌眼镜 严肃的试检工作 竟然是在类似仓库的地方进行的 更让人出乎意料的是 香恩对此还很自豪 只能说槽点实在是太过密集 就比如解剖台 正对着卫生间 地上随处可见的各种纸箱 桌子上放着家用保鲜盒 里面还装着不明液体 最炸裂的是 香恩是一不远处有一具尸体 出于尊重 他就不带着记者过去拍了 而且据说那具尸体还没有包装 也没有必要冷藏 就这么放在角落里面 不过跟着镜头环绕四周 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能够存放尸体的冷库 倒是有两个小的家用冰箱 说实话 刚开始 我还是对这个人抱有一定幻想的 可退一万步来讲 他学历造假 夸大其词 都可以理解成为他的营销方式 这工作再怎么说也得装装样子吧 但看到这场面实在是绷不住了 不是冤枉他 这人压根就没有想过真的去解剖尸体 完全就是诈骗的程度了 经过记者走访 他们发现离谱的事情还不止这些 香恩简直就是把他的工作当成了儿戏 首先就是他的车牌号码 autopsy 验尸的意思 虽然非常直白地展现了他的职业 但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 总觉得怪怪的 这广告都打到车牌上了 这到底是生意还是职业呢 其次是面对记者的质疑 香恩总的一本正典的胡说八道 就比如他说自己当年就差点成为了神经外科医生 正常人都会下意识地认为 香恩当年与神经外科失之交臂 进入了其他科室 当这一点被质疑后 香恩反驳说道 自己这么说也完全没问题 当年确实差一点就去当医生了 不过在这段采访当中 最出息的部分 还是香恩手里拿这个饮料杯走来走去 有镜头对着他拍都这么随意 更别说一个人的时候了 有眼尖的网友还发现 那块白板上面还没写什么重要的讯息 倒是有香恩自己的名字 旁边还围了一圈爱心 简直是少女心满满 在前几年新冠病毒爆发期间 香恩又嗅到了机会 那个时候疫情席卷了美国 许多死者都没有做过尸检 家属甚至都不能确定他们的死因 而香恩立刻就站了出来 她表示 卫生部门忙于治疗新冠患者 无法提供尸检 但她可以 她声称自己阅读了相关尸检操作的指南 并参加了新墨西哥大学 健康科学中心的一项有关于 新冠肺炎救生治疗和操作的在线课程 她已经订购了大量的采样工具 到时候就能对尸体进行冠状病毒检测 以此打消死者家属的疑问 听上去是一项不错的公共服务 可要知道 那时候的香恩早就臭名昭主 甚至已经被指控 罪名就是亵渎尸体 她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恢复公司的运营 后来香恩的小算盘被拒绝了 这也是在医疗之中 毕竟采样人员需要接受过培训的医疗专业人员 她啥也算不上 其实直到最后 香恩仍然幻想自己能够东山再起 她狡辩说 自己向客户承诺 尽量做到有病理学家在场 每一次尸检都能如愿 其实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 光看她尸检工作的环境 就已经狠狠打了脸 香恩必须要为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最后她收集了1700多份生物样本被没收 还面临实相欺诈罪 亵渎尸体罪 不仅被判处了五年零九个月的监禁 还将赔付70万美元 看到这里可能有小伙伴会说 不要找这种私营公事尸检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实际上除了效率问题之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官方验尸并不全面 就比如私者生前如果是个瘾君子 那么他的死因基本就是因吸毒而引起的并发症 还没有开始调查就已经结束了 很大程度上 这些漏洞也促进了私人验尸业务的迅速发展 只能说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 什么样的人都有 活着被骗也就算了 死者还逃不过骗子的魔爪 怎么听的都有点低于笑话那味道了 不过有句话倒是真的 胆子大确实能够挣钱 但也要看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子 违不违法 一旦误入歧途 那就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那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对于私人验尸业务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讯下方留言 那如果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 也不用了点赞收藏和关注 我是正人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感谢观看